张继科再次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娱乐圈的某些声明不过是个屁 头戴王冠、皇冠、脚踩天万代言 作用亿万粉丝 本该前途一片光明 可是从名震一时到过街喊打 只用了一条媒体人的爆料 从3月31日至今 张继科欠赌债 用景田的私密视频来偿还仪式 在全网闹得沸沸扬扬 大家最开始是相信张继科的 身为一个奥运冠军 一个足以被写入中国乒乓球史的男人 为什么连什么都能做 什么都不能做都不知道吗 本来小编也不太信 可是锤他的那个记者是李维敖 是调查社会法治这些新闻的正经记者 算是一个有职业操守的新闻工作者 而且话重点 他律师告的是侵犯隐私 不是造谣诽谤 这就让人产生质疑 到底谁才是说谎的那一个 随着张继科放发出历史声明 打算告重点网友 李维敖仿佛被打通了人都而卖 之前还只是比较含蓄地说 现在直接怒怼 明确表示看不惯张继科的所作所为 甚至晒出了张继科欠钱的借条 上面明确有钱数和张继科的钦签 以及手指印 如果这还不算是实锤 那什么才叫实锤呢 最开始张继科方还在叫嚣 工作室发声明 律师发声明 本人亲自否认这一切 可是当欠条出来之后 张继科方就闭上了嘴 这和去年的李某峰案件何其的相似 以前类似这种事的流程是 爆料 否认 起诉 继续锤 盘点商业版图 删除物料 解约 道歉 账号 封杀或是禁局子 自打欠条出来以后 张继科一直处在闭嘴状态 有知情人表示 张继科不愿意再回应事件的原因之一为 他不太愿意自己处在风口浪尖上 这样的原因让小编险些喷出一口老血 张继科在热搜第一已经数天 版本龙一去世的消息都压不住你的热搜 这个时候不说话到底是避免更多的舆论 还是心虚怕刺激到李威敖放出更多的证据呢 只有张继科自己知道 不过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 很明显是偏向于后者 张继科现在已经到了删除物料这一阶段 目前安探已经删除张继科宣传物料 其客服回应表示中止和张继科的所有合作 除了安探以外其他几个官方 如舒夫加 润百炎 香仪本草 雨季丰田等 在其官方微博中也揍不到和张继科有关联的内容 这些品牌背后都是有资本存在的 那些大佬个个都比猴都惊 如果张继科的市营只是捕风说影 那么他们会让自己的钱打水漂吗 要知道张继科每年的代言费就高达一千万 这些品牌哪个不送他个百万 如今除了这些事 百万代言费和扔到水里又有什么区别呢 随着张继科参与赌博欠资赌资的事情越来越大 有网友发现张继科根本不是第一次 他的这张脸不仅丢在了国内 就连国外也对他有所耳闻 德国媒体报道2015年3月份 中国乒乓球队在德国参加比赛时 张继科被发现曾偷偷溜出酒店 和一群身份不明的人离开 而他们的目的是当地的小赌场 有人会说小赌疫情大赌伤身 国外的赌场合法化人们去玩没什么问题 可是张继科显然不是这样 早在2004年的时候 16岁的张继科就参与了博彩 输钱以后心态崩溃 甚至做出逃离比赛和乒乓球队的事情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被开除了国家队 下掉到省队 直到2006年 拿到全国优秀青少年调赛中 获得单打冠军 在全国锦标赛上打进八强 才重新回到了国家队 随着事情的不断发酵 有网友爆料张继科的行为 远比李维尔爆料的还要恶心 有网友指出张继科的代言费和商业活动费 比顶流明星还高 动不动就漫天要价 而且瞧不起别的体育明星 话里话外都是讽刺 甚至认为和女性发生关系是对她们的恩赐 娱乐圈就有不少女星和她发生过关系 其中女星曹斐然还会在发生关系前收到张继科的礼物 这样的爆料还算正常 人都受利益动物 漫天要价正常 一些大男子主义在和女性发生关系时都会有这种感觉 日本绝大多数男人都是这个样子 至于和女性发生关系 只要不是在恋爱期间发生的出轨关系 那只能说是你情我愿 本以为爆料也就这样 没想到该网友明确表示 自己和张继科有过男女关系 对方没有把她当成情侣 而是当成传宗接代的工具 这也间接性地证明了 该网友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消息的原因 不仅如此 张继科在2019年在澳门嫖娼 为了防止被人发现 还找到外围人员帮忙付款 但凡是在她的空窗期都会嫖娼约炮 网上很多美女博主都被她以恋爱的名义发生过关系 这样的爆料看得人目瞪口呆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张继科很有可能到60岁还在采缝纫机 其实仔细想想张继科在比赛时 经常给人一种睡不醒的感觉 当时大家只是觉得她这是不屑 没睡醒导致的萎靡 可是按照该网友的爆料 张继科恐怕是夜里太累了 在这件事情中 景天才是最可怜的 她什么都没干 只是爱上了一个男人 结果不仅要借钱 还要被人用私密视频敲诈 和张继科在一起之后 景天几乎没有出现在大众面前 之前被称作是资源咖的她 那么连那个代言都没有 知情人表示 背后大佬不满意张继科这个男人 所以就断了一切资源 可是即便如此 景天也没有放弃过这段感情 直到被人用私密视频威胁 景天才看清了对方的嘴脸 难怪景天会说在2019年发生了一件 让她生命都无法承受的痛 她和张继科是在2018年官宣的 一年以后两个人分手 正好是在2019年 如果只是正常的男女分手 景天也不会这么难受 只有被人威胁才会让她如此难受 而造成这一切的人 正是她愿意放弃一切相爱的人 目前网上有很多人 声称自己手里掌握着景天的 私密视频和照片 吸引无数网友加好友观看 且不说是真是假 光是这样的行为 就足够被人戳击两股了 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是你的家人出现这样的事情 你还会在网上这样乱传吗 做人还是需要有点底线的 景天是受害者 不应该遭到这样的对待